同是90后的杨子与关晓彤 都是新生代的影视演员 有颜值有实力 在郭敏心中都留下了很乖的印象 01 杨子九二年生于北京 167厘米 201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2004年与宋丹丹 张艺商合作加油儿女被国人所熟知 加油儿女中的杨子所饰演的小雪 淘气又乖巧 天真又不是可爱 播出后赢得了多少观众的喜爱 转眼间都不知时间都去哪了 我们可爱的杨子就变成了大姑娘了 岁月的脚步跑得真快呀 2014年与霍建华合作谍战片战长沙 剧中饰演霍建华的妻子 把妻子的温柔体贴 老恋女世俗演义的淋漓尽致 此剧中未得圈粉无数 最近热播的 香蜜沉沉浸如霜 使他人气高涨 他在国民的形象一直是几董事 甜美于一身 譬如 这是前两天 记着在机场拍到的杨子母女的照片 照片中的杨子一身休闲打扮 但一副美颜 仍然等 魅力四射 替母亲分担了大半行李 可谓校女一眉零二 关小彤被称为国民闺女的关小彤 九七年出生于北京 北京电影学院 在读学生 身高172厘米 小彤彤这么可爱 不知大家记不记得 不及 钟的小青城一角 这是这个年龄出演的 时间真是一个人工巧匠人 似乎一刹那间 就把小彤打磨成一个美人配子了 2003年出演霍建奇导演的电影 暖儿出道 后出演无极 《大丈夫》等剧被国人所熟知 他一般在剧中饰演女儿一角 都是却有叛逆的女儿形象 深入观众内心 有此赢得国民闺女的称号 有记者拍到 关小彤跟他母亲现身机场的照片 请看看他们是什么样子 是母亲太关爱女儿了 还是关小彤被呵护惯了 行李全有母亲负责 小彤一脸的幸福感 看到这里 如果暗亏一般而知全报来论 小彤不禁想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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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